吃着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 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以这个为基础 那各位第二个叫追求佛教的目的 就是解脱生死 但是解脱生死不是不要来做人 只要你的内心里面有执着 有贪嗔痴 你保证来生死 这没办法必的 什么叫生死 升天也是生死轮回 做有钱人也是生死轮回 下地狱也是更可怕的生死轮回 那你要解脱六道轮回 那你就要消除内心 这颗心起心动念 你这个心起心动念 我爱我恨我要我不要 我骄傲我嫉妒 那你就要轮回了 所以生命的轮回 佛陀讲的最好 不是神在主宰 不是风水八字 是你的心态决定你的轮回 所以叫起心动念 你就会轮回 所以我刚刚讲的观念 第一个 各位要相信六道轮回 善恶果报 那你要开始带人 接物你要做好 第二个 学佛的目的要解脱轮回 如果你不能够解脱轮回 这个基本目的你没达到 很多人很喜欢布施 做义工 做起心路命 对不对 早上我们 我在八度八下 那些义工真的很忙 都没睡觉 我办了大蒙山法会 等于七天的法会 一天半晚 各个 各个做得 很辛苦 很兴奋 但是坐下来 讲都会掉眼泪 拍一面 一下老公不好 一下儿子不好 一下身体不好 一下感情不顺 为什么 所以我跟他们讲 你做那么多善事 但是没有做到心里面 要知道说 做善事是要磨这颗心 师父我做了很多便当 送人家吃 结果那些人很傲打 对不对 很无礼 做个气息 哪一个便当还不够 还偷拿好几个 那我跟他讲 那就错了 老人愿意吃素食便当 二十个也给他 对不对 你愿意的话给他 但是至少没有办法 你心里也不要生气 你生气了 那不全面的布施的便当 火烧功德里都没了 然后做的气的钥匙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世间没有永恒的快乐 这个世间是来磨念的 磨念我们这颗心 不会起欲望 不会生气 这个是修行 不懂修行人是来满足我的心 漂亮的小姐 帅哥 来跟我在一起 不要分开 我喜欢的要抓住 不喜欢排斥 这个就是轮回 爱恨就会轮回 修行人是 念一下 不起心动念 一切随缘 能够一心念佛 能够保持空性 所以 但是没有 没有人这样惹你 你怎么知道 你会生气呢 对不对 没有人勾引你 不是女人错 不是帅哥错 是你的心错 你看到一只公猪 看到母猪 怎么不会好事 是因为你有执着 有执着那个像 我是人 美的标准是不一定的 人家唐朝到 很胖才叫美 对不对 现在流行瘦 所以 以前流行单眼皮 现在流行双眼皮 所以你去韩国看 没有一只佛像是双眼皮的 一定要脸要大 而且要单眼皮 这个好 所以单眼皮又胖了 你移民到韩国去吧 所以 这是每一个时代不一样 但是 但话讲回来 心漂亮 最美 心清静 最快乐了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 不要被境界影响 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 所以我要别人惹我生气 我才知道我怎么磨 终于把它磨掉了 把自己磨到 不起心动念 我们叫无声 阿罗汉就是无声 不起心动念 那这个还不是佛教的目的 佛教的目的 最高的目的 你也想来 普度众生 离苦得乐 那除了你要相信因果 要有一颗解脱的心 而且要培养一个大悲心 菩提心 那你才能够 普度众生 离苦得乐 这是最伟大的 那这个 现在要带各位念的这个 三十七颂 他就告诉我们 整个的修行的方法 所以各位最好经常念 然后把这个三十七颂 成为你的生命 成为你的呼吸 成为你的生活 没有前后的 并不是说 我做后面前面不用做 这是一起都要做的 三十七颂是 每一条你都要做到的 是一起圆满的 所以不可能说 你读了博士 而忘了 忘了你小学中学读的 你没有小学中学 教你英文 马来文 这些 你根本不可能读到博士 所以你这个博士 还包含你幼稚园 小学所有的一切 也就是说 各位虽然我们讲 大乘佛教 行菩萨道 但基本上你要 深信因果 孝顺父母 这个都一定要做到 你没有做到 这个帮助穷人 你讲说 我要修菩萨道 你这个人又不慈悲 爱生气 贪心 那这样 那你等于没有再修 所以我想三十七颂是 你每一条都要做到 但是佛教要有智慧 也就是说 你了解了 你要去思维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对自己 是不是一定要如此 什么叫智慧 应该如此 不应该如此 你都很清楚 叫智慧 像我是个出家人 我不能贪财 这是我应该有的智慧 我是个出家人 我不能生气 这是我应该有的智慧 所以我要 并不是我没有脾气 但是我不能 让发脾气 我不能去好色 贪财 这是我该做的 我是个出家人 我应该耐得了寂寞 我要去追求真理 这是我要做的 那你要把这个法 用在你心里面 对你才有帮助 你不能说 哎呀 那个阿弥陀佛 我做不到 那做不到你还念 就是以他为学习的榜样 可以 我要学习地藏王菩萨 这样慈悲 所以我们希望佛教 不要太重视金钱的问题 这个金钱会污染人心 那个也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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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刚刚大家 平等心供养所有出家人 哪怕一块钱 这个就OK了 这个就没有什么 你也不认识他 我也不认识他 但是出家人 愿意帮我们念经 慈悲 我们供养 这样就好了 写牌位 没有要钱不要钱 牌位一张纸 你自己印 以后牌位都自己印好了 你千万不要说 那个大牌多少钱 小牌多少钱 点灯多少钱 这会伤害佛教 伤害得很严重 让人家觉得说 那这样 佛门不干净 对不对 所以道场是在你心里面 不是在这个硬体 这个硬体 是助缘就好了 所以 各位至少要抓到这个重点 所以要把这个佛法 用在心里面 所以我们现在就 念一段一段 我简单的解释 先念143页 那各位麻烦你 打起精神 认真听 如果你把这37条都搞懂了 而且愿意去做了 你这辈子没有问题了 生生世世没有问题了 这是佛法最重要的部分 好 143页 佛子行37颂 敬礼观世音菩萨 诸佛正法无来去 唯依情行立众生 上师观世音尊前 横移三叶公敬礼 正等正觉无上乐 从修正法而出身 修法须依明行要 故当宣说佛子行 此身信德霞满船 生死海中度众生 故于昼夜不空过 闻思修是佛子行 贪索爱方如水生 称索怨恰似火热 望直取舍成暗顿 离家乡是佛子行 愿恶禁故获见见 离散乱故善自征 心住与法生定见 依静处是佛子行 心游伴随须离别 财宝积聚终器捐 适者且宜深色去 出离心事佛子行 依别若使三读掌 毁坏三学诸作业 辗转丧失慈悲心 远恶有事佛子行 好 佛子就代表 佛的儿子也代表 发菩提心的 愿意帮助众生的 都可以叫佛子 那一般我们叫佛弟子 我们学佛 进一步成为佛子 行就代表他的行为 他的菩萨道 所以做一个菩萨的行为 他要有这圆满 三十七条的修行 才能够圆满 一开始敬礼 诸佛大慈悲心的观世音菩萨 因为大乘佛教以悲心为本体 为精髓 观世音菩萨代表悲心 当然念观音菩萨的名字 礼拜观音菩萨 意念观音菩萨 太大的功德了 可以消除苦难 可以让内心清净 可以埋怨 一开始 诸佛正法无来许 真理是永恒的 并不是有佛陀在 才有真理 佛陀不在 没有真理 花开花谢 这就是真理 这个跟佛在不在 没关系 佛不是一个创造者 佛是发现这个真理的人 发现这个真理 为什么升天 为什么下地狱 为什么怎么样 所以这个真理是永恒存在的 所以并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 所以叫 每一个佛就是体悟到 这个永恒的真理 刚刚讲的 因果 空性 佛性的圆满 菩提心 所以万法都是 暂时的现象 空性的 无来去的 唯一情形 立众生 那我们学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是 体悟到这个 诸佛正法无来去 得到内观自在 行身般若般若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所以正的圆满的空性 但是他要做的呢 唯一情形 就是帮助众生 希望各位永远记住 佛教的重点 就是帮助众生 而帮助众生 却不执着 那就是空性 所以上师观世音尊前 我们学慈悲的人 多礼拜 祈求观音菩萨加持 横与三叶恭敬礼 那拜佛不是光身体拜 用身体拜 用嘴巴念 用心拜 心也保持观音菩萨的 智慧跟慈悲 所以要礼外如一 正等正觉无上乐 那我们修行不是追求那种世俗的 轮回的欲望的快乐 我们修行是追求成佛利益众生的 这种菩提乐 所以这种成佛叫正等正觉的 无上的快乐 从修 这不是说 随便你就得到 那有如是因如是果 你要修正法 你要开始这样去做 从修正法就出生了 这种菩提的快乐 修法须一明行要 那既然要修菩萨道 那我们要找到重点 修行的精髓 故当宣说佛子行 所以无助弦菩萨 以他一辈子的修行 找出重点来提供我们 第一条 要思维 做人很难得了 此生信得 狭满传 就是一切都圆满了 环境也好了 所以当然你要仔细的话 那各位多看善知识解释 每一个名相解释的 非常的圆满 至少各位就是想满人生 做人又可以听闻佛法 又环境好 等等等等 那所以我们要发个愿 生死海中度众生 那我们能够做人 而且这么圆满 可以听闻佛法 那我们要帮助其他的众生 虽然有生命就会有生死 但在这个生死的轮回过程里面 我们学观音菩萨这样 就帮助众生 故于昼夜不空过 所以各位不要浪费时间 钱够就好 一个礼拜如果上班三天就可以了 就不用上班六七天 一天上班两个钟头就够用了 就不要整天都在忙了赚钱 所以应该为 为自己的解脱 为众生的离苦而精进 所以要闻思修 听闻思维就放在心里面 修就开始产生行动 简单的说 闻思修 这一点是现在大家比较缺的 我发现华人菩萨很喜欢 跑来跑去做功德 点灯 参加法会 拜餐 我付了多少钱回来很爽 拜到腿酸 很舒服 但是没有用到心里面去 这个思呢 思就是你把听闻的道理 用到心里面去思维 跟自己产生关联 而变成你的行动 就像各位 你把东西吃下去要消化它 产生这个东西的能量 你身体可以动 所以听闻思维实修 第二 那我们要消除的痛苦是什么 贪嗔吃 所以我们贪 我们所爱的东西 就像陷在苦海里面 水这么深 我们讨厌我们不喜欢的东西 就像火在烧一样 我们妄想执着 愚痴 我这个脸长得很漂亮 我的个性 我我我 这个最大的愚痴就是我了 面子的问题 有些人为了面子而死 我为国牺牲自杀 我为国打仗死 没有必要 对方也是人 所以不是你的国 我的国 所以有这个分别 是人的分别 众生 地球都是一家的 人跟动物都是一体的 今天一只狮子 把你儿子吃掉了 那我们人就是把狮子杀掉 今天一只蟒蛇 吃掉一个女人 大家把蟒蛇杀掉 那事实上 你杀掉那只蟒蛇 那这个果豹 它将来又来杀你 它就不断的轮回 所以妄想执着 所以那你就黑暗了 没智慧了 所以离家乡是佛子行 所以我想各位 家是一种逼迫痛苦 离家乡不是叫你离开你家 而是你要脱离这个贪嗔痴 就像各位现在坐在这边 有一点叫离家乡 你没有在处理赚钱的事情 男男女女的事情 我们大家在修行佛法 第三 那你要脱离贪嗔痴 那你要怎么修呢 远恶净故祸见解 那你要脱离那个不好的 会让你起贪嗔痴的环境 如果你去做大生意 你就不得不贪 生意呢 那你就必须抬在人家头上 你必须用心机 所以佛陀教我们 多多到寺庙 乃至守八幻在戒 那这个迷惑无名 会减低一点 离善乱故善之真 那各位要知道自己的方向 刚刚讲了 断恶修善 所以我们应该 要努力的去从身口意 去修行 心注以法 身定见 那现在各位在听闻佛法 是在看这些佛法 那心要安住在佛法的思维 所以各位要多读地藏经 你会深信因果轮回 多读药师经 你要知道怎么修行 多普门品 知道怎么慈悲 读金刚经 知道怎么开智慧 读怀言经 知道怎么成佛 那这些呢 而且各位要经常去意念这个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阿弥陀佛就告诉我们 这个世间变化无常 不要执着世间 阿弥陀佛要我们 你一定要将来成佛 为了要成佛 他提供极乐世界给我们 而且希望大家都往生净土 那你要心理意念这个 心理安住在这个因果 空性慈悲 伸出这个正知正见 定就是 镇定 你的心里面 能够深信因果 能够保持空性 所以一净处 这个净处不是跑到 没人的地方 念一下 内心极净 所以内心极净 不是什么都不想 而是不去想世间的分别 贪嗔痴 爱啊 恨啊 有钱没钱 心理想的是 因果啊 空性啊 如何利益众生啊 这个叫极净处 这个极净处就是 不会让你痛苦 不会让你烦恼 第四 亲友伴随西离别 那各位要想清楚 你在爱的人 在圆满的感情关系家庭 最后我一定各自分飞啊 所以呢 鸟受散啊 而且你说 累积的所有财产 越多的子女 都为了抢你的财产 不把你尸体埋葬了 甚至因为你分配的不公平 他恨你啊 所以钱是带不走的 金钱 人要做钱的主人 不要做钱的奴隶 现在人就喜欢 钱要多一点 房子要买大一点 大到里面不知道怎么办 事实上 像我的师傅啊 他一张 他就带他 我都知道我的师傅的房间 就一张床 旁边摆几个衣服 这是他唯一的 唯一的 所以 自己就是这样而已 其他的地方随便借借 所以不要去累积这个 要累积功德可以 累积智慧可以 事者且于生涉器 所谓意识就像灵魂了 你的灵魂 所谓的我 还是会离开这个身体 身体死了 所以各位呢 对于亲戚朋友 对于财产 对于你的身体 你要放得下 因为这个是你痛苦的根源 他们一定会离开你 他们一定会变化 那如果你要开始修行 慢慢的扫育之主 淡化他 不要为这个再努力 如果你为这个再努力呢 那就得不到好的结果 再来 那你要得到一个修行 要脱离恶之士 清净善之士 什么叫恶之士 哎呀 不要吃素啊 笨 做人都要喝喝 乡修 对不对 有钱要花 现在你现在修行了 穿个比较朴素一点 笨 女人要漂亮一点 不然老公会怎么样 这也叫恶之士 再一种是 利用宗教骗你钱的 更是恶之士 利用宗教骗你钱的 我为了要满足我的贪心 你们最好 你们的钱都交给我 我来盖我最大的道场 增加我的知名度 这个都是恶之士 各位 你不能接近的 甚至邪之邪见 告诉你 那个宗教错 那个宗教错 那个法门错 就他的对 也就是说 我们要修行 要有老师 好朋友 那这个老师 好朋友 要是自己脾气又不好 又贪心 又邪之邪见 又利用宗教 满足他自己 拜我就好 拜我就好 不用拜佛了 我是佛 这个世界很多 他已经变佛了 告诉人家 我就是观音菩萨 现在这个社会很多 我有神通 如何如何 所以 那这些恶之士 你要离开 毁坏三学 租作业 所以恶之士呢 我们修行 要一步一步来 持戒 修禅定 开智慧 戒就是行为 定就是控制你的心 会呢 内心没有贪嗔词了 要戒定会 但是他告诉你 不用啦 不用持戒了 学我的方法就好了 所以自己弄出一套来 那这一点 就会毁坏你的修行 辗转上是慈悲心 你本来在放生 叫你不要放了 你本来做焉供 不要做了 人不要跟鬼在一起 那很多人就会 不做了 甚至我们去魂墓 我也有一些菩萨 以前跟我去魂墓 师父我现在不能跟你去了 我的师父说 跟你去魂墓 回来都是鬼 我都不好意思说 原来你师父是鬼 魂墓是慈悲 难道你不用扫墓的 我们佛教慈悲 是我们一定要去 扫父母的 的魂墓 那别人也是我父母 不过马来西亚人 有一个不好的观念 一年只能跑魂墓一次 是吗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你老爸也美丽美丽 而且男生去女人不能来 难道女人都不能孝顺啊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 这些你不能听 这些传统的文化 一些没有根据的道理 你都不要听 就像以前我还没学佛 不要念金刚 我说念人会亏钱 哎呦 都不能念 我念我太太就骂我 你不要念 我说我怎么念 讲不得亏钱吗 念地藏经家里会有鬼 哇 难道都鬼了 我说你没有看地藏经 看地藏经放在家里 全家平安 地藏经要这么说 晚上不能念 佛又没有讲晚上不能念 晚上鬼多才要念啊 那这些二知识就乱讲 所以各位这些会让你失去慈悲心了 那这些二知识好像很会讲 你一定要离开它 你不离开它 你修行就没有 你会气死 每天忙你钱啊 多少钱啊 那个多少钱啊 然后那个对啊 那个错 那大家都一团忙 没有人在内心里面修行 所以各位这个重点重不重要啊 翻过来 我们再念 念三条 再解释一下 来 第六 一彼若令恶见尽 功德犹如初月增 教主自身犹爱重 依善事是佛子行 自身仍献生死欲 世间神奇谁能救 稀有难得佛法身 依三宝是佛子行 诸及男人三图苦 恶业果报佛所说 纵使遭遇命难缘 不遭业是佛子行 那前面这八条 讲的就是 我们佛教讲叫下四道 下不是不好 是基本 做人跟来世升天的福报 对于是各位现在在家人 一般达到这样就很快乐了 有做人跟来世的快乐 叫人天福报 所以前面就八条 人天福报怎么达到呢 第六 远离恶之士 亲近善之士 那什么是好的老师 好的朋友呢 一笔若令恶见尽 这个好老师好朋友 劝你不要杀身了 不要再吃肉了 有些人 这个老板很有钱 但是师父就不好意思劝他 多交点钱你吃你的肉 那这个就是二知识 老板虽然有钱 拿赌 拿赌 多吃素 不会赔名 会中风 会戏 你有钱 他供养你钱 你也更要供养他法 对不对 那时候呢 只要你的钱 反正你是拿赌 钱多一点 来供养我 其他我不管 那不行的 所以呢 一笔若令 他会劝你 你不要 有钱不要搞外语 女人有钱 不要一直chopping 要懂得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叫善知识 不怕得罪你 而不是说你有钱 就怎么样 功德犹如出月真 让你的功德 就像出一变出二 出三 越来越圆满 所以我想各位 善知识叫得真上 会让你道德越来越圆满 缺点越来越少 教诸自身有爱重 这一点也最重要 所谓善知识 就是说他重视你 超过于重视他自己 那这个才叫善知识 他只是利用我们 来满足他个人的欲望 哦我要盖道场 哦我要什么钱 他不管你的幸福快乐 那这些不是善知识 善知识像爸爸妈妈一样 宁可自己受伤 也要保护我们 叫善知识 所以善知识 那些老和尚 他慈大悲 他老和尚跟你讲话 就把你身上的苦难 都吸收过来 把你身上的冤金 债主都把他抓过来 把他的功德给你 默默的在牺牲 所以呢 我这个才叫善知识 所以要依止善事 你才会能够行菩萨道 再来各位要去思维啊 我们归一 像各位信仰 这么多信仰 那究竟的信仰是什么 唯有佛陀 还是究竟脱离生死 不在六道里面 究竟慈悲 究竟有智慧有力量 世间的神是存在的 所以各位呢 当机跳当 你不能说完全不准 但是呢 问问过去的 哦这个祖先去哪里投胎 有可能会准 但是如果问未来会去哪里 那就不准了 所以不究竟 所以世间 一般的人 自己都还在生死轮回 老师说我们修行 就是不要贪嗔痴 那这位老师 这么会生气 你就不要去找他了 他自己都在贪嗔痴 都要造山土苦了 自己都不能解脱 你找他干嘛 所以自生人献生死欲 世间的神 也没办法帮你解脱生死 但神可以帮助你 我们尊敬神 但不是归于神 土地公 感谢你保护我 让我们家平安赚钱 感谢你 跟你拜拜 但不是归于你 不是归于世间的神明 稀有难得佛法身 所以我们能够了解 三宝的重点 佛陀 所有的佛 佛陀所讲的 离苦得乐的方法 法 乃至按照佛陀所讲的法 在修行的叫身 观音菩萨 或是这些真正的 持戒的修行的出家人 我们去医子 就不会错 医三宝 是佛子行 那我们归于以后 那我们就要停止造恶业了 我们就了解生命有轮回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随后要去想的 地狱道的苦 恶鬼道的苦 畜生道的被屠杀 被捕抓的苦 诸籍难忍 山土苦 现代人就是不信因果 反正死了 你也不知道我去哪里 反正我做坏事 也不会怎么样 坏一定有坏报的 跑不掉了 所以这些 没有办法忍受的 地狱鬼道 恶鬼道的苦 畜生道的苦 你要思维 自己会不会下地狱 所以很多人喜欢去算命 我说你这样算好了 你要问那位 我现在死了去哪 你问这个比较快 你要问这个比较快 你会不会下地狱 你现在的行为 思想会不会让你下地狱 做畜生 不能把佛法当麻醉祭 佛教是我的手段 麻醉祭 然后来赌博 来贪欲 难以欲望 搞明搞立 这些就是要下地狱 所以要去思维 三恶道的苦 所以有一句话 明知故犯 最佳一等 这个意思 世间人不懂 我们慢慢让他懂 已经懂佛教的 千万不能造业 恶业果报 佛所说 这些恶业果报 是我们所信仰的佛陀 所讲的真相 纵使遭遇命难人 就算我要死了 我也不要破戒 也不要破戒 也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不造业是佛子行 所以来 那希望大家都 归三宝 不造业 好不好 所以来跟我念 我们要修行 不是听听 哦归三宝 好吧 归三宝 跟我没关系 我们希望大家都归三宝 我现在讲也不是 讲给各位听 我讲给那些老祖先听 各位要招请他们来 这些男女孤魂 希望他们归三宝 不要再造恶业了 进一步我们帮他修善 他至少升天 最好是往生净土 所以来 大家跟我念 来 那么佛陀也 那么达摩也 那么生前也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来 大家站起来 好不好 代表身体的尊敬 大家都已经皈依了 不过就是 也带着你的父母祖先 孕亲在主皈依 然后也引导这些花草树木 这些世间鬼神 所有亡魂都一起皈依 这才慈悲啊 所以来 念一下 愿三宝加持 要念自己名字 我弟子 念自己名字 愿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父亲有情 所有往生排位 一切 一切孤魂众等 归佛 归法 归身 归佛境 归法境 归身境 问序 问序就代表 消业障 第二遍 你问序 我来观想 三宝的功德在头上 照着我们 第三遍念完 三宝的功德 进入你生命了 因为你成为三宝弟子了 然后你就有这三宝的力量来加持你 不会堕落三恶道 所以第二遍 来 我弟子 念名字 愿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六道友情 归佛 两族尊 归法 礼遇尊 归身 众中尊 问序 三宝功德云 在头顶上 加持所有众生 第三遍 这个功德 进入你的头顶 然后这些孤魂野鬼 马上就升天了 三宝的力量 一句阿弥陀佛 消灭八万亿节生死重罪 往生者 愿往生者 就当下往生了 超度了 所以第三遍 更重要 来 我弟子 念名字 愿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流产胎儿 如果做妈妈 有不得不流产的 你想想 儿子啊 女儿啊 妈妈爱牛 现在跟你忏悔 也带着你归忧 他就很高兴 因为你终于重视他了 他已经跟你敲腰 敲了几年了 你都不理他 让你腰痛了 跟你敲你的小肚 让你腹你病了 因为你不理他 你现在带着他 带着他 来 所有流产胎儿 往生排位 归佛 再观想一次 愿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累劫父母 历代祖先 随我归依 再提醒他们一次 他们归依就好了 再来 念一下 归佛禁 归法禁 归身禁 愿为三宝弟子 从今以后 敬未来祭 不伤害任何生命 保护所有生命 离苦得乐 同诚佛道 问去 好 再来 归依了以后 第八条 不造业 什么叫不造业呢 就是希望大家守五戒 你能够守几条 就守几条 好不好 不杀身 或不偷盗 或不邪淫 或不骗人 或不喝酒 五条全守 命运改变 至少守一两条 至少不会堕落第一 回到处 持戒可以升天 各位能够做到的 譬如第一条 一定要做到 不杀身 所以我现在念 各位答案 能持 那你就不造业了 这条最重的业 然后你就有五个护法神 不但如此 我们还会放生 多吃素 所以也让我们的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都一起受戒 各位为三宝弟子 学习诸佛菩萨 爱护所有生命 所以不杀身 也不能自杀 也不能叫别人杀 也不能堕胎 所以过去你有堕胎杀身 现在你忏悔了 不杀身 功德就可以回想给他们了 这才是真正的忏悔了 所以第一条 各位进行受不杀身 不杀身的戒律 我问能不能持 你要能持 讲能 你要不能 不要喊出来 人家会看你 那这样 你就点点就好了 惭愧惭愧 不杀身 不叫你不吃肉 现在先不要杀 慢慢来 但是能够吃不吃肉 最好了 所以再念试 进行受不杀身的戒律 能不能持 第二条 不偷盗 不会去偷啊 骗人家的钱啊 所以赌博不算偷盗 你不用金兜 不偷盗 所以第二条 进行受不偷盗他人财物 不偷盗的戒律 能不能持 第三 不偷盈 各位不能破坏别人的家庭 不能搞婚外情 也不能婚前性行为 没有结婚的男女 不能一起睡觉 那就是偷盈 赶快悬崖热马 好不好 各位男人 做错了就OK 停 在佛前忏悔 以后对你老婆好一点 家庭圆满才讲修行 家庭不圆满 不能谈修行的 祖先都不原谅你 所以第三条 不偷盈 女孩子也一样 不能 这个男人很爱很爱很爱 好吧 带你去旅馆 怒 对不对 谈恋爱 各位谈恋爱 不要来这一套 所以各位这一点 要不偷盈 一定要弄好 所以第三条 进行受不偷盈 不偷盈的戒律 能不能持 第四 不妄语 不要骗人 最大的妄语就是说 我是什么神通 我很厉害 什么什么 骗钱的 很多的 真正有神通的有 他不会要你钱的 他只是点你一下 对不对 帮助你 他不会跟你搞心念山的 所以 世间的欺骗 最好不要 有就有 没有就有 货真价实 卖贵一点 没关系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骗人 好 所以第四条 进行受不妄语 不妄语的戒律 能持佛 第五 不喝酒 很多说酒又是素的 我都不能喝 喝酒磨就会进入你的心 就会乱性 乱性以后 你就会杀身偷盗 什么都来了 所以各位呢 不要喝酒 最好也不要抽烟 吸毒 佛教徒真正在修行 连葱蒜 韭菜都不敢吃 吃了也会琢磨 为什么说 吃素那天 不吃葱蒜 韭菜 因为磨会入你的心 会卡你的嘴巴 你念经就不好听 所以第五条 进行受不饮酒 不饮酒的戒律 能吃佛 好 请坐 这下功德不一样 我没有白来 你受一条戒 点一只香 平常一只香 你受不杀身戒 点一只香 变成五万只香 因为你有这个戒的功德 你受两条戒 那就不得了了 你受三条戒 受五条叫满分 受四条叫多分 受三条叫中分 受两条叫少分 受一条叫一分 佛陀很慈悲 都给你定好了 所以以后你看到 别的法师 我归三宝了 我是两分有婆舍 那法师就再给你鼓励 为什么那三条不受啊 他继续欠缓 这是法师应该有的责任 好 那我们继续念一下 当然希望各位多吃素 特别是这六天 今天十四 明天十五 初一 初八 这些 十四十五 二十三 后面两天叫六灾日 这灾日最好不要吃肉 当然你能够天天不吃肉 那太慈悲了 第九 念一下 三界月乐如朝露 请客须于坏灭法 终不退转解脱道 起稀求是佛子行 无始竭来 敏我者 母众若苦我何乐 度脱无边终有情 菩提心是佛自行 好 重点就是第九第十 我们归三宝首戒了 这还是自私的 那我们进一步还要追求解脱 但是个人解脱不伟大 所有众生母亲都解脱才伟大 所以由需求解脱 转为利益众生 成佛的菩提心 就是这两段 所以第九 虽然各位皈依了 受戒了 也经常会不失 但是你要去思维 三界月乐如朝露 简单的说 这个世界所有的快乐 都是痛苦的因 这一点各位好好去思维这个道理 爱情 身体 金钱 地位 让你做首相好了 让你做苏丹好了 做地球国王好了 那只是一个感受 痛苦更多 一样要生老病死 所以这个世间的快乐 就像这个花一样 就像水泡一样 就像早上的露水 一下就没有了 蒸发掉了 变化无常 空无我 这一点各位要想清楚 特别念佛的人 念佛为什么可以往生净土 念佛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你 那为什么不去 放不下 放不下 放不下就没办法去 念佛你只要有 有厌离世间 不执着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 只要你有信心愿心 问题是你要放得下 所以这个世间 所有的快乐都会变化的 不要期待它 所以那一天有一对新人结婚 来请我吃饭 师父给我们加持 好 准备离婚 他们两个眼睛瞪着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有接受变化无常的道理 这样你才会爱惜对方 对不对 所以意思是说 你要太执着 反而让你们两个爱到离婚 了解吗 因为你要了解这个世间 你生小孩 有可能小孩比你早死 你做事业有可能倒 你每天跑步运动吃 什么综合维他命 也会得癌症 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 所以这个世间一切 念一下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无我就是你没办法主宰 结果是怎么样 来生灭变幻 如幻如化 生灭变幻 如幻如化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世界三界 欲界色界无色界 所有的快乐 都是变化无常的 请客虚于坏灭化 一下就在 生生灭灭了 花开花谢 一下亮一下暗 就像我们 白无常黑无常 白天晚上 这个世界变化就像那个秒针一样 飙飙飙飙飙飙飙 不停的 你的身体也不断的在变化 这一点永远要相信 千万不要说 我永远要这样 没有了 只有永远慈悲 没有永远要那个 要随缘接受变化 所以终不退转解脱道 所以各位 这个意思佛要告诉我们 来 不执着一切 因无所住 你执着 鬼就找你 痛苦就找你 房子是我的 住室是我的 会长我在做 那你就起心动念 想要去占据它 想要去设计它 痛苦就来了 身体是不是你的 死亡 变化 腰痛 腿断 高血压 随时会来的 你随时会保证 所以现在最流行的行业 叫身体检查 感知给你 没病都检查出病来 因为大家都怕 赶快检查 赶快检查 就是每个人都会病 而且时时刻刻 发生在你身边 现在又有媒体 随时告诉你 谁生病了 谁死亡了 谁变化了 这一点是真的 所以呢 各位要永远不执着 所谓解脱就是 不起贪嗔痴 不执着 不想抓住什么 这个叫放下 放下不是放弃 放下对你太太的执着 却好好的关心他 可以啦 放下你对爱情的执着 却好好的去 给对方幸福 那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狠狠的抓住 不放下 那你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 现在你长得还不错 小心等一下开车出去 不小心插到脸 回容 不小心堆断腿 所以政治一变化 天气一变化 火灾 政策一改变 什么都会变化 这一点 各位要念一下 接受无偿 了解无偿 心里要一直告诉这个 你这样你就不会痛苦 我就是知道我会死 所以我还要精进 一分一秒我都要把握时间 因为会死嘛 再多的钱 再好的爱情 子女再好 带不走了 而且更痛苦 放不下的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经常去思维 这个世间没有快乐 你所谓的快乐就是痛苦 你只要去追求那个感受 我长得不错 多看我两眼 再给你看十年好了 你永远漂亮吗 我现在腰很挺 看到老人家 哪一天就换你了 这些事情你要想清楚 不要漂亮 年轻 有钱 脑筋好 记忆力好 赶快拿来帮助众生 学佛法 不然你等你老了 背都背不起来 我跟你讲 所以这一点你要把握 因为随时在老化 所以不要追求世间的快乐 世间每一样都痛苦 那这个痛苦可以让我们修慈悲心 可以让我们解脱 要这样 所以中部退转解脱道 起稀求 不要有所得去盲佛教的事情 我们修行是基本上个人解脱 如何也让众生都解脱成佛 而不是有所求 这一点要记住 起稀求 要有这个放下 不给别人压力的心态 那转过来呢 为个人解脱 那还不是佛法的精髓 无始劫来明我者 我们百千万事轮回 做过猫 做过狗 做过神 做过蚂蚁 做过人 我们有多少的爸爸妈妈 各位 狗是我们的妈妈 你相不相信 因为我们都做过小狗 鸡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牛也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因为百千万劫 我们这个生命已经百千万劫 我们就是老灵魂了 什么都做过了 所以我认识很多有神通的人 我都问过他 我做过鸡 我做过蚊子 我做过苍蝇 我都问过 我做过鱼 我什么都做过了 不知道女人有没有做过这样 所以我做过军人 所以我做过杀人的人 所以每个人 角色不断的随着夜报 如果没有修行就是如此 所以要觉得说 哎呀 难得我现在脱胎要做人 但是我累死累死的爸爸妈妈 他们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还在轮回 所以如何去帮助他 所以这些 无死劫来对我好的人 怜悯我的人 这些母亲众生 如果他们还在受苦 我有什么好追求 个人解脱的快乐呢 所以各位要 以对自己的解脱 转为对众生的慈悲 根本没有一个我好解脱 这一点站在菩萨道 诸法空向 没有一个我 也没有贪生痴 他的本体都是空性 你安住空性就好了 不执着 但是要帮助众生 度脱无边诸有情 而发起 为力众生 愿成佛 也让众生成佛的菩提心 那是佛教最高的目标 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我们的自信 佛性 那这一点 是我们从皈依到现在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如果你愿意 我说各位愿意发菩提心吗 你说愿意 那你就从今天开始 你是菩萨了 好不好啊 那菩萨就要开始学菩萨道了 地上经怎么做啊 菩萨怎么做啊 因为我们搭乘佛教 大家都要做菩萨 所以以前是求菩萨 现在我们也做菩萨 所以我们就放生啊 焉供啊 地狱啊 帮助老人啊 想尽办法去帮助众生 所以我问各位哦 各位 愿意发菩提心佛 再问一次好了 讲大声一点 愿意 要不要嫁给这个男人 愿意 那个不重要 随缘 那是笨笨的时候 愚痴的时候 讲了这个笨的话 但是现在那个叫因缘 结婚是个因缘 生小孩是个因缘 把握这个因缘 去爱护对方就好 但不执着 但是真正我们要抓住的是 大悲心 菩提心 为众生成佛 要帮助所有众生都离苦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有人问我说 师父你不会去谈恋爱 这个女人都做过我妈呢 你想到这个妈妈 在性感也不会爱她 没有人乱伦的 每个男人都是爸爸 骂你骂老半天 所以我们上辈子不笑 这辈子看到我们继续骂而已 没关系没关系 那就是尊敬她 一只猫一只狗 都做过我们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们一定要报恩 所以我告诉各位 一个人不懂得 知恩报恩的 不要跟她在一起 叫二知事 但是要对她慈悲 但是不要跟她做同事 不要接近她 但是要回向给她 所谓菩萨是 虽然我知道你不好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但我心里面回向给你 而不是说 我断除跟你的来往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因为我会被你影响 因为你是一个不报恩的人 不孝顺的人 所以以前我在家做生意的人 那些做生意的 跟公司的同事 如果不孝顺的 我绝对不跟她做事 不跟她做股东 对不起太太人 不跟你做生意 你连你太太都要骗了 我算什么 所以各位一个人要成功 这是基本的道理 所以各位再问一次 愿意成佛 发菩提心 普度众生 愿发菩提心佛 麻婆就靠我们了 就是各位都是菩萨 开始利益众生 那现在做菩萨 最大的敌人是谁 你自己 又要贪了 又要骂人 又要生气了 要自私了 这个你要去征服你自己 因为这些会让你 不能发菩提心 所以怎么修呢 后面这四条 我们讲完 来 第十一 贪图自乐 众苦极 利益他人佛心生 承担他苦舍自乐 修交换是佛子行 彼虽贪到我生物 或使他人夺我财 由将生财三十善 修回向是佛子行 我生缘无何过错 他人竟来断我头 于比阴生难忍悲 待受过是佛子行 彼虽百般诋毁我 谣传二生变三千 由怀生怯悲悯心 赞他得是佛子行 那修大悲心 菩提心 最重要的是 是佛子行